盜墓最重要 当然是要拿墓中的金银珠宝 可是说到这盜墓 中国历代以来 南宋皇帝的墓被盗得最多 不只是墓被盗 皇帝的尸体还被拉出来 甚至还有一位宋礼宗 他的头颅被做成酒杯 怎么南宋皇帝的墓 都被人家给盗 杨廉增加这个人是谁 是袁世主任命在江南地区 掌管寺教 就是掌管佛教的总管 叫做总社 那他们就勾结了杨廉增加 来盗地灵 他盗了地灵 各位晓不晓得 他总共盗了多少墓 他是古今第一位和尚 盗那个地灵的 他总共挖了101座墓 挖那么多 从前唐从杭州一路挖到绍兴 只要宋代的宰相 妃子还有王公大臣 还有宗室 那更重要的到了地灵 他到了地灵以后 各位可以看 他到了地灵 这个地方就是宋六灵 如果各位现在去去那个看的话 已经修复了其中的两个灵 那他呢 就是杨廉增加 他就是受了眼福式的和尚的引诱 他就来到 到的时候他打开了六个灵里面 其中李宗刚刚 只不过死了四年 那他打开灵墓的时候 结果他发现棺果那个旁边 棺果那个旁边是有一道白气冲天 他认为就是全部都是珠宝 然后李宗的尸体居然没有腐烂 他们就怀疑是不是放了叶明珠 放了叶明珠以后 他把李宗的尸体拿了出来干什么 各位 他把他掉在一棵桂树上面 就桂花的桂树 桂树上面悬掉 直接把他掉在桂树上 他直接掉 然后他要他嘴巴里面的叶明珠 主要目的是要嘴里的叶明珠 倒掉就可以掉出来了 对 但是没有想到叶明珠没有 你知道弄到了一个什么 全身的水银 水银泄地 水银泄地以后 他们才发现你居然没有叶明珠 然后挂了三天三夜 因为弄不到叶明珠 他很火 他是把李宗所有的珠宝 他们讲大概好 他那个珠宝是富可敌国 那更重要的 他是把李宗的头颅拿来当做什么 当做法器 什么把头颅当法器了 因为杨莲真家是党下人 那党下人他相信的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他认为 这藏传佛教的酒杯吗 酒杯 然后有人说这个是叫做尿气 尿气 也有人说尿气 那现在这一幅 这一幅你知道吗 这一幅就放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里面 但是是不是李宗的没有人知道 因为朱元璋把北原赶到大漠以后 他派人去找这个东西 有的人认为说是他在宫中找到 那事实上朱元璋也派人到西域去找 那各位可以看那个李宗那个像 为什么他要用他的头颅很简单 就是因为李宗的头特别的大 然后他们相信帝王的灵魂是放在头盖骨这个地方 所以要用帝王的头盖骨 除了用头盖骨以外 那现在大陆的考古学界还证实了一件事情 他证实什么事情 因为李宗的身躯还有头稍微比较大 他把他的手骨到关节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爷爷把他弄下来 做什么 做吹笛的 当乐器了 当乐器 所以宋李宗是宋朝皇帝里面 唯一他头骨当酒器 然后手骨这个地方 这一节的手骨当做乐器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杨廉甄家他盗墓以后 经过有人的检举 有人的检举呢 那虽然是袁世祖默许 但是杨廉甄家他盗了最后是抄家 而眼福式的和尚 他三个和尚里面 其中一个感染了尸毒 然后一个月以后 那个手变成了白骨 那另外两个和尚 但是这他本来只盗进一柱 却把人骨给盗走了 太残忍了 他除了残忍以外 盗墓者总共是四个人 全部都没有好下场 一个中了尸毒 两个是被杨廉甄家活活打死 到了最后杨廉甄家 他本身是被抄家 所以盗墓者无好下场 盗墓真的没有好下场 但是我们再来看盗墓 东汉末年的时候 董卓他派了他手下第一大将 吕布要去挖谁的墓 要挖汉武帝的墓 茂林 但是挖开之后 却发现到汉武帝的墓里面 有一对诗词 诗词上面却是在诅咒董卓 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董卓是东汉末年 那汉武帝是在吸汉 隔了两百多年 为什么汉武帝就已经知道 两百多年后 他的墓会被盗呢 社长 这个盗墓的诅咒 如果以董卓看到汉武帝墓的 这一首词 这个可能远比埃及 那个所谓 土壇卡文的诅咒 他只是想说 谁盗了华老的那个墓墓 华老的亡灵 就会像死神的翅膀一样 降临在他的身上 但他没有讲谁 土壇卡文没有 不知道谁会来盗墓 只是说你要盗我的墓 我这亡灵会跟着你 跟着你走 就是土壇卡文下的诅咒在那边 那汉武帝的墓 他领在这个地方 他跟董卓差了将近两百年 两百年 那汉武帝的墓是在茂林 茂林 那董卓为什么会去盗他的墓 因为汉武帝的墓 在东汉初期就被盗过一次 当时是赤霉军之乱 赤霉军之乱 当时打进那个长安的时候 去找汉武帝的墓 搬了多少 搬了一个月的时间 从汉武帝陵墓里面的金银珠宝 搬了一个月 搬了一个月 那有多少金银珠宝 史学家讲说搬了一个月 不能减其半 就是汉武帝里面的金银珠宝 肯定还拿不到一半 那你可以想见他有多少 因为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 不是你汉道的规制是说 我在位一年 我就可以把国库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来用我的房领 那五十四年 那不得了 汉武帝又是汉朝即盛的时代 所以还有一半 那还有一半董卓就想说 当时后来董卓想 我也需要金银 那来到汉武帝的墓 最好就叫礼部去 但其实当时董卓 给各位看 当时董卓有一个很喜爱的孙女 他大部有两个墓地 一个是金银珠宝 第二个是为他的这个孙女 叫董白 这个董白很聪明 很伶俐 又很可爱 董卓很喜欢这个孙女 但问题这个孙女 他到十岁以后还不能讲话 是个哑巴 天生的哑巴 十岁的还不会讲话 对 董卓对这个孙女很老 对董白 他讨他叫魏阳君 但问题不会讲话 所以董卓一心一意 就是要把他治好 后来就派礼部去 其实这个说汉武帝里边 因为汉武帝以前 我们都知道他很迷信 那个神仙之道 有一些药方 可能会找到一些密发 对 那切死 其实各位可以看 在东汉时期 当时如果盗墓 划出来了很多这种 医学上的东西 这个叫金银酒针 就针灸的针 针灸用的针 对 针灸 那这个也是汉武里面 出土的东西 那个人体的穴道 那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是谁 是那个中国 那个医学十足 那个匾切 匾切的药方 在汉武里面都 失传的药方都挖出来 药方居然在汉武里面 对 所以董卓就说 好礼部你去给我找 找看看有没有治好 我孙女董白的 这个哑巴的药方 结果董卓就去 汉武以后他就一路 进汉武帝的墓 那金银珠宝 当然一定要拿 后来这个 一直找不到这个药方 反而看到 墓室里面有一块 黄色的那个肩布 肩布他把这个肩布 礼部就把这个肩布 拿起来一看 下了一大套 这个肩布上面 写了几个字 上面这一行 叫千里草 何清清 十日谱 不得生 这个什么意思呢 中国的字很奇妙 千里草你可以看 但这有玄机吗 董卓怎么讲 上面一个草字头 对 中间一个千 底下一个千里草的千里 对啊 千里草把董卓的名字 董开始写出来了 拆开来就变千里草了 对 千里草董 你何清清 你嚣张 你人生多久了 十日谱 他就说你十日谱 十日谱 你看那个董卓的卓 这个字 对耶 上面是谱 然后中间是个字 下面是个十 十日谱 不得生 你到我的墓 他直接是 两百年前 就把董卓这两个字 写上来 但是两百多年 他怎么会预测到 董卓会要画他的墓呢 所以说他比土坦卡门的墓 还那个座椅还省 那结果后来你说 那问题是省不省呢 准不准呢 结果后来董卓 董卓我们知道 历史上他怎么死呢 他后来是被李布杀掉 那李布杀他的时候 当时董卓我们知道 他死的其实死状很惨 那个董卓他很胖 很肥 一百五十几公斤据说 那他胖的时候 肥的时候 他当时被那个 当时被那个 很恨他的那些 那些百姓 在他肚脊上面挖一个洞 然后把什么 那个灯蕊 灯蕊插在那个肚子里面 点火 一烧烧了几天几夜 烧不完 然后更可怕的是后来怎样 他的部下 董卓的部下 叫李绝 打进长安的时候 想这个毕竟以前队友不错 这个董卓 我帮他埋了吧 当时要帮他埋葬的时候 董卓放在棺木里面 要出殡那一天 结果长安雷电交加 结果一到雷 就打中不偏不语 打中董卓的棺木 把整个棺木劈开 然后过几天埋好了 埋好以后 那个长安花大水 做大水灾 整个董卓的墓 是被水灾冲的 那个七零八落 后来整个墳墓还飘上来 所以你看董卓那个座椅 那个汉古地的那个座椅 是多灵验 董卓死 实际上是相当惨 那其实历史上 还有一种讲法 当然这个 这个有人比较偏向野史的一种讲 董卓死之前 其实他就说有些征兆 说董卓死之前有一次 他那个骑马车出去 出去他说有五个征兆 显示他会死 显示他会杀他的人 也就是礼部 第一个就是他 那个轮子轮折断 马配配折断 两个都断掉了 就碰到大风雨 断掉 断掉以后他还说小儿夜歌 就一直唱哪一首歌了 就是千里草何清清这首歌 所以这个歌其实已经在汉代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一种民谣 又在汉武帝的幕出现 一对应起来我们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汉武帝的幕里的那个座椅 会这么的灵 董卓的下场却也并不怎么好 可是我们注意 过年时刻 你总要喝点小酒吧 喝着酒的时候 如果你突然之间发现 酒瓶自己会移动 是怎么回事呢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